謝謝主席,麻煩主席先邀請主委 有請吳主委 對 主委你好 我想我們都知道這個公平交易委員會 每次在市場上出現某一類產品的價格 大家覺得不管是烘台、囤積等等 就會想到你們 那可是呢,往往我們都覺得這種事情都是事後比較多 那事前的防範這一塊,我就不是很清楚 到底公平會你們是怎麼樣在做事前防範的 以這一次的,剛剛很多委員在問 這一次的豬肉的價格問題你們有事先去防範過嗎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公平法的管制 基本上是事後管制 不能做事前 事前管制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結合管制 什麼意思 結合管制 合併嘛 他們合併之前要先跟我們申報 那我們來評估,同意他們才可以合併 這個是事前管制 那請問那事前管制在政府的機能裡面到底哪一個單位 是各目的事業主管嗎 各主管單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來負責就對了 是是是 所以如果以這一次豬肉的事情 那照理講是農委會的事囉 對,農產品的話基本上 我們請一下副主委一下 有請陳副主委 沒關係 不好意思 這個金八局也是陳副主委 抱歉 我是農委會的陳副主委 我想 不管是那個我們 吳主委或者副主委 你們公平會跟農委會 這件在豬肉這件事情 這只是一個例子 往後可能還會發生在其他部會 對,因為現在聽起來是事前事後兩個機關 但不管怎麼樣 事前事後都沒有防範到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農委會跟公平會 現在已經在外面積查了 是現在嘛 那在這個發生之前 農委會的防範的部分 有做了哪些事情 在這個之前 農委會事實上 這個已經有一個物價穩定的小組 就是我們對出價的部分 另外我們就去看批花市場 22個肉品批花市場 有些價格異常的部分 我們就去盯 第二個 價格的部分 是不是出價 或過買不幸 你這樣講 我建議啦 我不曉得主委有沒有這樣做 他每天早餐應該把 台灣的豬肉價格 放在他早餐前面 每一天 他才能夠真正掌握 整個民生物價的情況 這是預防的部分 可是這一次 你說有的話 那怎麼還會發生 之前這個 我們豬價 表漲的原因 各位報告 本來載豬下例 本來就是一個 平常都一個 正常都有下例這個現象 對啊 但是這一次的這種病毒 特別嚴重 包括美國加拿大都受到這種波及 所以是預期 所以應該來講是預期 因為真正會影響到世代 對啊 如果看你們的報告 是說要到今年 對對對 六月到八月就是 對阿 可是他提早爆發了 這個整個物價波動 他提早爆發了 所以有一點是 預期心裡 跟大家 跟人為 延後 當然農民也是希望 多收一點 把他延後 出出這種現象 好 那同樣的問題 其實 我們 不論是稻米啦 水果啦 這些等等 我知道農委會 他在 我們 如果說那一年 豐收或什麼 價格崩盤 或者下滑的時候 你們都會啟動收購機制嗎 有沒有 有時候會啟動這種 尤其家長促銷 對 家長促銷 或者收購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當 這些價格 它 飆升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機制 對 所以這部分 剛才我們 這個 豬肉不夠部分 會從中央續產會 中央續產會 現在專案先進口三千噸 可是進口大家又擔心啊 所以你會不會進口到那個 美國要我們進口的啊 對對 那個這個部分啊 從美國進口 也一定不會來個多巴胺 因為我們 牛豬分離這種政策 並沒有改變 這原則還要堅持 那 農委會的 在這一部分 你們能做的就是進口 一個是進口 一個是對於交易異常的部分 或公平會去查查以外 我們也協調台糖公司 這個優先增工 這個月三千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對於這個 那這個為什麼沒有提早做 為什麼沒有提早做 因為真的這個價格在上漲 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就都飆漲了 當時過年的時候還 你們可能誤判啦 七十塊左右 我的想法是你們應該是誤判 就是說你們認為說這是年節 所以 價格上漲是合理的 年節的時候大概七十塊 是飆升是最近這一段時間 可是七十塊 你認為七十塊是合理 七十塊應該還算合理 還算可以接受 你一年的均價大概是多少 就是每年不一樣 以往 如果以去年的話 六十幾 六十幾嘛 對但是養豬肉成本 的確去年也比較高 飼料也比較高 現在飼料已經回跌了 飼料回跌現在玉米一公斤大概 所以你們真正發現 租價開始漲 是在幾月幾號 你們覺得你們下定 下了一個結論說 現在是大概不合理的 二月下旬 二月下旬你們覺得不合理了 是不是 那過年的時候是一月底 一月底 所以那個時候價格還算都合理 所以一月底的時候 你們認為還合理就對了 對 那這樣子的機制的啟動 會不會太慢 跟委員報告 這次是 反應是太急了 包括是疫情心理以外 所以我們這個疫情心理 到底也沒有人為炒作的部分 那你們現在查出來了沒 已經跟公平委員會 在這邊 兩位首長你們都回答 到底查出來了沒 現在結果 目前我們是都進行有現場的派員調查 另外我們有發行請他提供資料 我們也有約談 這些動作都有做 那預計下個禮拜會完成 現場的調查 下個禮拜會完成 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發現 人 就是人為的聯合 聯合這個部分還是沒有 沒有聯合 但是有囤積吧 囤積是有這個嫌疑 有嫌疑 但是也還沒確定 囤積的部分是 的確是有一兩家是比較高 那像這個你們平常不會查 就是等到事發之後 你們做事後的查氣 對不對 但是囤積的部分還是要農委會來處理 我們還是處理聯合的部分 好我們希望說這樣子的案例 其實不應該再發生 因為你這個 其實你發生那個租下利這種事情 是等於說你們早就掌握了 並不是說上個月才發生 或者一月份才發生 你去年就發生了 其實應該是可以合理去判斷說 他有可能會造成的一些供需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農委會 你們應該要對這個部分做檢討 不要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個的確 很多人誤以為說 誒怎麼物價飆成這個樣子的 租價飆成這個樣子的 然後政府也沒有在管 另外請教一下 那個副主委請問 就是這一次這個鼎王的事件 是 那當然鼎王是我們台中的這個發跡的 很重要的算是參與業 可是他發生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也開始擔心說 到底政府有沒有辦法去遏制或者防範 像鼎王這一類的事情 尤其他經營事業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開始要去做上市上櫃這些等等的 然後就很多就是在做這個財務方面的帳面工作嘛 然後對於事業體的經營 甚至他這個宣稱的 對外宣稱的一些廣告啊等等 通通都不實 那這樣的事情 到底政府該怎麼樣來處理啊 就是如果有廣告不實的部分 就應該嚴格的查氣啊 那嚴格的查氣 那問題查氣到底他還是不怕啊 因為他一個財務槓桿玩過之後 他所獲得的利益跟你的法管 是不成比例的啦 對不對 你說這次頂完了事情 他賠到什麼 幾百萬的罰款 然後咧 衛福部已經罰了 總共罰了到三百多萬 三四百萬而已啦 可是你知道他 他的營業的多少 他獲利多少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最大的傷害 是他的商譽 錯了主委 最大的傷害是我們 當然我們也是一個 我們都吃了 而且我們還常吃 是不是我自己也吃過 你自己也吃過嘛 那你有沒有覺得受騙的感覺 你做一個消費者 你不會覺得被騙嗎 是啊是啊 那所以公平會 或者你們跟其他單位 能不能好好結合 來預防這一類的事情 我們常號稱說台灣是食品王國 我們是吃的王國 我們東西最好吃 可是現在大家都會怕耶 不只我們怕 連國外都會怕 所以現在我們行政院 有一個食安的會議 來統整跨部會的這個職權 來處理食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的回答 我是 不太能夠接受 因為感覺上 就是整個用會議來處理 應該是 是不是你們多到 有自己的查處 另外提高法環 對啊 在立法上提高法環 那這問你 行政院到底有沒有開始在 有啊 那個施管法的這些 相關衛福部主管的這些條文的法環 這兩年都有在提高 那公平法的法環的提高 也已經送到大院了 這個會議要審查 可是我的感覺是 人民沒有辦法感受到 就是覺得說 這樣還是沒有辦法防止 這一些 我們講的奸商 或者不良 沒有良心的商人 所以我們希望公平會 你們能夠硬起來 你們也必須要有市場的敏感度 不要等到事發以後 再來處理 有一些市場敏感度 你們平常就要急查 你應該告訴主管單位說 這可能有問題 趕快去防範 好不好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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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有請盧秀燕